中央普发现金即将启动 不过花莲偏向万荣乡没有超商以及邮局 因此主要是涉及在万荣乡的民众 若想要在当地领取现金的话 可就近到万荣、西林以及红业 这三个分住所来预定登记 财政部规划普发现金6000元 采登记入账 ATM领线、邮局领线直接入账 以及造册发放五种方式 方便民众领取 花莲县万荣乡就以造册方式 方便民众可以到当地的派出所登记领取 那派出所提供这样的服务 对你们来讲会不会觉得很方便 派出所比较方便 派出所比较方便 是不是也安心 对啊 更安心 没有邮局以及便利商店 为了方便在地民众领取普发现金 特别由西林派出所、万荣分住所 以及红业派出所协助办理 预定以及发放 请相亲携带身份证、健保卡 以及或者是驾照 等身份证、名文件到这些派出所来 办理预定普发现金的手续 万荣乡的民众要领取现金 登记时间从3月20号到3月25日子 上午8点到晚上6点 只要持身份证以及健保卡 到万荣分住所等3所派出所 办理预定领取 等待原登记的派出所 通知领取现金 记者林洁 万荣乡采访不到